歡迎收聽今晚的動漫無雙,我是主持雪凌 有話異,贏者 今天要說那一套的舊番專輯 我覺得很好看 我有少少保留 我覺得前面好看,後面有點失色 或者這樣說,尤其是剛剛在這套動畫做之前 有一套,雖然是受大家歡迎的,刀劍神蜜 很快要做的 人家有意櫃,他也有意櫃 我們今天要說的就是諾可哀索 即是紀錄之地平線 我經常說錯了他的中文名 你中文說錯了什麼? 《警戒之地平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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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套就算了吧 你說了可哀索這套 是啊,可哀索就是那套可哀索 這一套就是《產大真喜》 即是《魔王勇者》作者的另一套作品 第二套就是他寫了《魔王勇者》之後再寫這一套 《魔王勇者》應該都未寫完 未寫完 他應該是同期再開了一套出來寫 但這裡的女主角不是巨魚 看你怎麼看 在我甩的上面 只收了一套數據就得了 你要知道巨魚在同期的另一套已經有 我們不需要用這個作為 同期的那套是哪套 即是SEO的 在這個職業裡面巨魚 但很大的阻礙 這一套其實都是類似《魔王勇者》的風格 它都是用另一種角度去描寫一些題材 即是紋氣 我也會覺得紋氣比較重 因為其實如果你說是《魔王勇者》和《魔王勇者》 是比較正向去描寫一個叫做戰鬥 戰鬥 他會著重戰鬥 例如戰鬥風格的online game是怎樣的 但這裡就很少 戰略會有寫這套戰略會有寫 集中在頭幾集 這套不是戰略 這套其實說的是什麼 它是由一個online game的心態去描寫一個故事出來 戰鬥只是它的質寫 在online game的故事裡面 因為它是一個必然會有的元素 所以它會出現這套 而當然這件事某種類上就是為了推進這個劇情之餘 就是不能夠完全聞氣 大家都知道完全聞氣是不會 新番介紹也有講過 前幾集有個戰大讀畫家 本身沒有的 不是有策略可言 即是搞清楚對面的招式是什麼性質 那我就想著看完 因為我沒有看完 想著這套會不會是講一些 策略性的戰鬥畫面 怎知道原來後面沒有這些 它是有策略性的 它是大秒數的 但是它是前期而已 你後期已經沒有這些 應該這樣說 它好像魔王一樣 可能它在打仗之前 或者做某些行動之前 會已經量好 但實際打的時候 一兩句都解決了 就不會做的 我想大家捉錯了這套東西的重點 這套東西的重點 是一個代入式的故事 它有一個題材就是說 真是RPG 假如你進入了一個RPG的世界 即是很簡明的世界 到底會發生 不是異世界 一個MMORRPG的世界 到底會發生什麼事 如果我用一本書去形容就是什麼 就是在大家街上說 若然這個世界發生的喪屍 那本喪屍手冊 那個情況 現在就是說 當你進入了一個online game裡面 你究竟會面對一些什麼問題 其實真是這套東西會講的東西 而戰略那些東西 只不過因為主角 作為一個 他的職業定位 和他自己本身的崗位使言 他會去做這個行為 即是若然這套東西 是個主事點問題 主角是一個強姦犯 那他就說他 那天殺殺 也沒有了 他就說他怎樣去運用這個系統 不說 我不說 這個故事是一個外傳的故事 這個故事是駁野的故事 駁野還是駁野 駁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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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地方的外傳故事 即是這套東西是一個 你代入一個故事裡面 發生了這個情況 而這個情況就是 會出現一些社會生態的東西 出現 反而我覺得他作者 反而集中這件事是挺有趣的 因為你平時說 尤其是 我奶鏡通常就會在遊戲系統 著手去講那些東西 但這套就絕對不是 但我有一個問題 因為SAO我有看動畫 我沒有看原著 我感覺 SAO它是不會很強調一種 很遊戲界面的東西 即是它打鬥方面 但這邊是會有用招 計秒數那些東西 前期會有 他這樣說 這套東西裡面 它是會完全以一隻MMORHRPG為這個最大的守則 任何東西都要跟這條烏去走 沒有人能夠潛越這條烏 你可以運用灰色地帶去做某些行為 會不會像這套那套 這麼貴的那套 low game low rar 那套幾個東西 那套 我意思是跟回那條烏 最重要的是 你只要遵守到最大規則 你之後做的行為是可以的 因為它只是加入了 當然你玩聖聖恩來跟 然後是不可能做到這件事 因為規則就是規則 但現在就是說 當這個規則的世界 融入了一個 類似人 即是現實世界的東西 它中間其實是什麼呢 規則之間 規則是一個很模糊的概念 什麼叫做 有動機的殺人 是有一個很大的雙角空間 什麼叫做有動機的殺人 那是這一類型的東西 它是 present 這一類告示 而 波亨或者是刀劍神偉 其實是很多時候 是將這類型的規則 淡化了甚至極致的 刀劍神偉 是說 規則在我面前 總之 我需要的時候 我可以無事 而至少 現在 在賀劍神偉 去到我看完 這也是 唯一要遵守的最大原則 沒有人能夠改變這個原則 除非你找到另一條 凌駕於這條規則的規則 那你就可以改變這個事物的現象 SAL有一點像異世界 這邊就像遊戲世界 對 我覺得 這個給我的感覺 這個真的是一個遊戲世界 而 故事的 其實 頭三集 首先是要說 他要救這個SAL在這個薄夜裏面 因為薄夜裏面 已經成為一個無法無天的世界 這個其實是在說的 當 我們以前動畫 以前一些動畫 我們都說的 當現實的規則 再規範不到你的時候 再不適用的時候 這個世界就是 無規則 而前半節 去到原卓會議的故事 一直都在present這個主題 無政府狀態 究竟 這個世界沒有所謂的 對與錯 對與錯的東西完全是 介乎於 你自己怎樣去看這件事 沒有一個共通 統一的規則 的情況之下 你會怎樣 其實 主角面對同樣的問題 主角一直都說 現在無論抽業 抽業完的城市裏面 完全 都沒有人 都沒有人知道 究竟可以怎樣 因為 每個人都說 他 有些人就說 都叫做 因為自己叫做什麼 有一個道德的規範 另一個對比 就是薄野那幫人 薄野那幫人 薄野那幫人 甚至是 如果 當然他沒有說到 在動畫裡面 因為劇道的關係 他沒有說到很純粹 就是說殺人放火 無法無天 那些事情 做了壞事 壞事做了 而 簡淫腦略 這件事 其實 因為這本 都是網絡小說 他也有網絡小說版 其實是有說過薄野那裡 其實是有說過 薄野的player 是怎樣去強姦 一些NBC 就是他們怎樣去做 不是 16.5 那麼詳細的事情 就是說 他們會做這種行為 因為 沒有罪的 NBC 都可以上 就是NBC裡面是一個人 就是沒有那種觸感就可以了 就是狠不雞上教 人家站在門口等你任務了 他在說這些事情 就是 怎樣去 叫做恥強令 因為本身就是 這一個 在社會中 我們剛才都說 是一隻MMORPG MMORPG 其實很現實的事情就是 我現在進入了遊戲世界 他的代表就是 我問 我殺人有什麼不對 這遊戲其實 都是 一隻MMORPG 某種意義上都是 PK 某些人都是以PK為目標 我這樣做有什麼問題 就是 這件事 應該說 很多人在現實中 做不到 或者會犯法 或者犯罪的事情 反而會用遊戲來發展 Online game就是 給你去做這件事 就是做你做不到的事情 現實做不到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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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種是 我們代入了遊戲中 賦予了自己一個角色 我就是一個強姦派 我要去強姦 那很合理 反正他現實世界 他不會做到這件事 你確定跟你一起玩遊戲 大老 那我只是說 如果有一個這樣的角色 我覺得是一個頭友 我覺得 大家千萬不要邀請樹齡 這個遊戲世界 他一定會設定自己的男性 精力皇城 有些精力皇城 有些精力皇城 要看什麼遊戲 而成衛 他們其實 他是一個很有雲觀視點的人 他不是一個 他不是從自己的角度出發 他不是一種典型的主角型 我覺得他有主角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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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說什麼 應該這樣說 他沒有一個前排主角的魅力 他沒有一個英雄的素質 他沒有一個英雄的素質 我覺得你們錯了 這個叫戰略英雄龍 戰術英雄 你不能無視後排人的努力 他是一個後排 後排有前排 他不是一個前排 英雄是一個前排的角色 不一定的 後排有英雄 平常說踢球英雄 就是打全球 但教練角度來看 教練可能是英雄 你應該說 王馬的英雄當然是家屎 當然不是前面那些契底 人家幾多年 你應該說 他應該不是一個很顯眼的勇者型角色 後排不需要很顯眼的 他就回覆了 反光就可以了 他就由他 在他拯救聖雅雅的過程中 其實他是看到抽葉原的情況 到他去到薄野裡面 看到薄野的無法無天的情況 其實他再去就是 他們來到這個世界裡面 究竟之後 他一個長遠的目光 他考慮到之後 究竟會發生了什麼事 然後就是演化到 就是他要去縮整這個風氣 縮整這個秩序 應該是 風氣 其實不可以說是秩序 因為其實他都知道 他說 我覺得是秩序 有秩序才有風氣 他那個是用 有情侶有點強的意義 因為他把那些人全都踢出去 他完全都說 這個是新取子定立秩序 重新建構 因為其實有些危險 他用力量去解決這個問題 當他是一個正義方 的時候 他就說可以做到 如果他是邪惡方 就會變成薄野這樣的情況 我意思是 如果他的思想好像薄野的頭頭 你試試他這樣 即是把他的執行力 去到這個粗異園 重新證一次 那麼粗異園就會變成薄野的地方 一樣 那就是西面 西面現在就是這樣 一個人說是 中央集權統治 這個下半節再說 也會說到 其實他都有開始有 其實一開始 頭幾集 由《拯救薄野娜》這個故事裡 其實在說的是 主角是一群高端門家 他一定要強調這件事 因為他有看到 無論是英酒師 他們的配合 他們不止是level點門 他們是傳說團隊 配合度 那些 已經是很熟的公力團隊 對比你就是什麼 他就是 特亨裡面的 蒼天和蒼海 這兩個高端的角色 而對比這個 刀劍神力的 就是 血紋騎士團 那班這樣的彈灑 還有 不要叫人彈灑 血紋騎士團裡面 都有很多 都有分的 有彈灑 也都是攻略團那班 攻略團那班 以及一些很突出的玩家 像棄樹之陣 獨行玩家 最後成為 變成獨行玩家 你便對比他跟同仁的角色 其實都是類似的 不過 同仁經常說 我喜歡單賊 但這傢伙 就經常去 勞團隊 去介入 他單賊不到 他做不到 應該這樣說 應該這樣說 這套 有些東西 扣少少少刀劍神來做 刀劍神來做 刀劍神來做 一開始我沒有這麼大感覺 因為一直都說 我同仁是一個單賊玩家 一開始都給到這個感覺 但自從越來越多外傳故事 越來越多官方故事 推出 他每一層裡面都是同仁組隊 是同仁組隊 你錯了 不是同仁組隊 他可能走隊有原因 他要尾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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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只是說 他不想加入公會 因為他不想被人利用 不過其實這一點裡 無論原著小說 和動畫裡 其實都沒有很長 仔細 去說這件事 輕輕大過 他發生了某些事 那些人當他人肉自見 他就不太喜歡 有什麼問題的時候 都會找他解決 有問題的時候 就會找他 很煩 這是什麼 有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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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無嫌 沒有事 他就是中無嫌 那隻角色 所以不要太好人 嚇了 嚇了 好人就沒有關係 不要讓自己 那麼有能力 讓人知道 那麼輕易讓人知道 而這件事 其實 故事裏面 其實他有很大的描述 其實是在於 阿實利和東彥 一開始的故事裏面 當然 動畫其實沒有很 即是誰 那兩個低級 那兩個低級 自己都自動不下 他都不知道現在發生什麼事 他都沒有能力去 有其他餘力去幫助其他人 所以其實他就算見到他們 他都沒有上前去打招呼 而姊妹推進了引説 他們走過被人坑的工會 坑新人的工會 但我覺得打招呼 沒有說得那麼嚴重 打招呼 純粹說 Online 我告訴你 我在這遊戲裡面 敢嫁 因為這個 建基於說 其實 講的就是 不想被人依賴 因為他覺得被人依賴 是很危險的事 他有心理陰影 成果基本上是有心理陰影 這件事 所以 他暫時說 也叫做什麼 動畫有一點點 不過那個位置其實不是明顯 就是 看到有人很友善地帶他們 兩個人出去 他覺得安心 然後說 他應該遇到一個好人 當然你太献身了 看得太少了 不是 那不排除 他真的遇到一個好人 那你不排除 在這個位置 他既然自己都自顧不下 他都要搞定自己自身的情況之後 他才能夠理人 再有餘力 他理人 這是一個很正常 他不是 他不是一個左手攬 右手劈油的人 他不是一個 他哪有這麼多餘力 你其他人 又抽水了 另外一方面 故事裏面 其實他也說到 一直是很強烈的事情 成為不是一個超人 他是一個很普通的人 他有看見 其實我覺得整套動畫都說 沒有一個是一個超人 沒有一個可以單冊的玩家 是說單冊的東西 是他的心 即是他的心 不會有一傢伙 心理質素突然超高 他不是一個心理質素超高 心理質素超高 不是你那套造容 你又暗示些什麼 即是寬佛那些 我沒有你不要有那麼多解讀 但你說什麼 你都知道 大家聽了那麼多年 樹齡說到 我們心理質素真的超高 大家都知道 那些是什麼角色 而是叫做 給到某程度上的支持 其實直計是給到某程度支持 成為 你的內褲 不是應該是 我覺得是給到朋友 幫他分擔他那種壓力 那種安心感 所以他一開始進去之後 他立即去找直計 即是跟直計商討 究竟現在怎樣 以及一起共同行動 因為他知道直計 在他的人物裡面 是一個信得過的人 當然他不找中次郎 就是因為他有某些外在因素 他不想找他 那這些都是心理質素問題 他支持不住的 他會崩潰的 寡裏就找到寡裏 不要說有女人的人 會很型格 所以要找一些實際上的問題 所以說會崩潰 那他是一個正常人 他既然不想自己生理上崩潰 他會很自然 然後找回同類的朋友 直計其實有些問題 直計經常都衝口而出 說那些不應該說的話 那你要錯了 有女界才會說 你會不會整班人這樣說 兩個男人在一起 一個是一個何識笑話 一個是正常的 一個是正常的 那你女還是女的跟誰 你不明白 你見到的 其實成衛 他認識這麼多人裡面 直計是那種 他什麼都可以說的朋友 你看到的 班長他作為一個 敬佩的角色 前輩 人心的導師 很可靠 而中次郎那些 其實他當是後輩 後輩加戰力 還有對他來說 他是一個他不理解的存在 霍小光 他自己也在動畫裡 亦都說過 他是一個他不理解的存在 他做不到 有一個女的 我沒有女的 甚至他覺得 一個不理解的存在的人 你跟他交心是很難的 其實很明顯的 跳一跳 你看到之後 他跟實利 東燕他們聊天 也好 成為他對於一些 沒什麼機心 或者比較縮直的人 他不太時間去扮 如果你有機心對他 他會很機心對你 但如果你沒什麼機心 他不太會跟你溝通 他就算跟實利和東燕那些 就算跟曉多 其實他保持那種 是很有禮貌 敬語式那種 跟他朋友的關係 就是他唯獨 他跟直介 他們說話的態度是不同的 直介對他來說 是一個什麼都可以說的人 那沒什麼 男子fans 可能是死黨 就是朋友之上那種存在 那種朋友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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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的朋友 我有分幾個層級的 自有啦 自有 你想多了 我又在說 自有 自有都是朋友的以上 朋友的以上就是自有 那還有一種自有 光膠自有 剛剛認識的朋友 總之是朋友 尤其是我覺得 產米其實描述 這些所謂的人際關係 那個拿捏程度 其實你真的看得出 每個人和每個人之間 就算我和你是朋友 你都會覺得 究竟誰和誰是朋友 有差別 那很正常有差別 你這個是一個 現實社會裏面一定 當然 但很少動畫 會描述到這件事 那不就好 那個程度上的分別 是拿捏到這件事 因為你看到就是朋友 就是朋友 當然你說的就是 他都叫掛名朋友 因為有些配角 尤其是這套東西 其實某程度上 某些東西是 描述成功的就是 配角的出場的空間 是有給他們的空間去發揮 你以什麼叫配角 非紀錄線 諾荷拉桑以外的人 又叫配角 還是怎樣 我想他的意思是 直計 成衛 以外 那幫人 比如說 三日預告公會會長 那些 就是配角 每個人 由成衛的出發點 都會說 成衛 怎樣看 這類人 他會給他一個什麼回應 或者他探望 一類人 其實他有自己怕的 一些類型 的人 他都說 免得過 最好就不要煩他 不知道被他吃了都不知道 什麼事 說回的就是 故事裡面 其實這件事 描述成功 而變相就是 他真的做到一個很現實的社會環境出來 只不過由成衛的觀點去出發 當然成衛會 再宏觀一點 有一個好像近似神事點的觀點 去看整個世界現在發生了什麼事 再告訴讀者 或者觀眾 聽 現在其實是這樣的 接著就說 再說 成衛想做什麼 現在 可能面對有些事件發生的時候 成衛就會採取一個決策 去做什麼 當然這個決策的正正有因就是 因為 因為 貓泰老師就給了一個 第一個系統以外的 另類的 另類的 煮食方式出來 而他顯身到 就是 想到很多不同的 系統外的 立即首先想 怎樣賺錢 很想 很想 錢很重要 開心大發現 他拼了這種技術 他用別人的智慧來賺錢 沒有 那 沒有 當時人也沒有什麼所謂 而 因為 這件事 還有沒有做過他 有沒有問一下Mail太 沒有 沒有 Mail太老師 他對成衛的感覺就是 我完全信任你 信任你 信任你 他做的決定 會經過深思熟慮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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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任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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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信任到那種程度 你不用問我了 你想到就去 即是 另一種自由方式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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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和你 年齡上 或者人生經驗上 他 反而 反映到 他那種 類似司徒關係 即是 你是我的徒弟 你不用什麼都問我了 你已經畢業了 你可以自己決定自己的路向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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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生導師 即是 他在某些 戰略與策略 或者 統治 因為 Mail太老師 不是這種角色 Mail太老師 只是在 人與人之間交際的期間 或者是 一些 很人性的交往 裡面 Mail太老師的登場 才是Mail太老師的登場機場 其實你見 他登場 也不多 登場的場面也不多 整套電話 他回來 在傍夜回來之後 好像沒有什麼 心思 沒有什麼氣氛 心思 沒有什麼 被愛慕的對象 但是 他那種性格 應該是 他相信自己 應該出手的時候 就會出手 即是 如果不用的時候 他就會 好像會花生 花生有 那種 人家很關懷後輩 我心情也會 而我其實 我幾 叫做什麼呢 雖然你說 開頭很多人都會覺得 很滿意 去到 就算是秋葉原的作戰計畫 很多人都會覺得 哇 很滿意 大家都知道 其實橙蠅是狂捨民氣 有滿少不覺 其實前作已經是 或者這樣說 你受不受風格 看這一套 首先 你本身對 Online Game的知識 有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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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人 就算是Online Game知識 豐富 都未必會代入到的原因 就是因為 橙蠅其實 他用的concept 也是一些很舊 其實他用的基礎層面上 其實他是用 Event Quest 這個遊戲的基礎 這個遊戲的基礎 很多年傳 無盡的任務 無盡的任務 中文叫做 以這個為一個很大的基準 去做的行為 因為無盡的任務 其實是 有很多畫質陣營 那些 其實UO 其實也有一點 滲下去 不過不知道他玩了多少 他們也很少提及 這件事 你而見到 很多時候有些concept 我也很喜歡 就是 他真的運用到一些 WuS的東西 去做 好像整個秋月園計劃 他開頭其實 雜資金的 無盡的就是 用回他一貫 他魔龍勇者寫過的 一些 經濟學 那種 心理雙戰 你可以用雙戰的手法 抽情 我們有些賺的東西 就抽你一筆錢才要 你賺不賺 這件事你情我願 而其實 我最喜歡 另一方面 其實 成為他不會用一些 很規格外的能力 應該說 類似超必 日到流 應該說 他不會用一些 所有人都沒有 只是你有的東西 不是 因為這樣說 他用的計劃 那些東西 其實遊戲中 已經講明了 所有的行李 他用這個規格 走回這條路 不是 這個東西 不只是單字SAO 多亨都有這個問題 多亨凱特武王分子戶本 其實他收皮很久了 其實他也是 這套東西裡面的其中一個特色就是 主角是沒有任何外掛能力的 除非你說他的智慧是外掛能力 那我沒有說 那的確是 有三大眼鏡 他智慧不就更高 我自己很欣賞 就是 你終於這樣 智慧 每個人都有的能力 只是高於低 其實智商 幾多個都有 不過是黑十八 智商這件事是說高還是低 他作為一個魔法師 還是富裕熟師 還是這個遊戲裡面 魔法能力最多的東西 那智商應該不低 那我當然是這樣 因為他說三十歲 所以才能說 應該要怎麼悶 他在遊戲裡面不止三十歲 他八百多歲 他在遊戲裡面不止三十歲 他八百多歲 即是有說過嗎 有說過 有 因為他遊戲時間和現實世界時間不同 是掛勾 但是跟著現實時間 即是你計算一兩倍 兩年就成了幾倍 即是八百年的時候 即是等於他的play time 是 即是玩了很久 即是建立角色時期 就等於玩了很久 所以就會出現了 那個什麼賢者 那個賢者說 你是一個大魔法師 不是 他那裡說 這位大魔法師出現 在歷史記載裡面 在八百年前就已經出現了 五百歲了 所以這件事稍後再說 說回說 在這個拯救秋葉原風氣的計劃 整頓的 不是振興的 還沒有這樣 純粹是沒有秩序 沒有一個很絕對的秩序 沒有希望 行屍就這樣過 因為他們不知做什麼 不知做什麼好 當然是老娘 另外一方面 就是阿實利和東彥 因為入住一個 不太良好的工會 一個很惡質的工會 鵝之華 不是鵝之華 因為這個故事裡 有很多 都是有些 online game傳統說 新手 很多時候是新手有福利 就是新手有福利 每人都會 三十級 你未到三十級之前 每天就會派一支EXP 經驗藥水給你 就可以加快升級 等你升級很快 其實他也提到一個 供求問題 那些人最需要的東西 就是 之後又要繼續追頓級 因為可以有新的 expansion 又要追頓級 那些人就是 有價就是有市 那些人就是 那些人就是 其實那些 這個惡質工會 其實 只不過是黑心商人 你很明顯這個遊戲 那個設計者 就沒有想到這件事 現在正常來說 那些初心者 是寫得明是初心者 尊重 或者是 LV30前才能用得自己 不是 那些人要綁定 那些人不可以轉 這是很明顯的一筆 但我有一個問題 這幾位主角 全部都叫做頂尖門家 或者其實 工會其他人 其實不算頂尖門家 只有成為那邊 那些人都是最高級的 大家都是90 90 又說開了一個新的 但他們都是90 不是 你明白 開了一個級別 但如果他們不去接這個工作 或者打任務 頂尖門都是90 你解決任務 頂尖門開了90 以上可以 應該不是 不是這個意思 其實應該這樣說 在資料片開之前 90級是一個極限 開了之後 其實他有解釋 這個其實原作裏面 他有解釋過 為何成為他們 還會維持在90層 因為問題在於 在第一集 動畫第一集 也有說過 介面的資訊量太多了 要兼顧事情 實際上 他不和現在打應機 他們會在小說 他們有說過一個問題 就是說 以往你可能 90級 去打80多級的怪獸 純粹能力上 很輕鬆 但現在因為你要處理 資料太多了 可能你 你本身的能力 是可以打得到 但是你 要控制自己的身體能力 以及你要去出魔法 等等 那些 是很多90級的玩家 都 強於成為這一群 都不敢去冒險 去做這個 唯獨的就是DDD那群 和黑劍那群 那群 有一群精銳的人 那群應該是戰鬥工會 是的 即是基本上想 online就去提升那些人 因為他們都要花了一大段時間 去練習戰術 因為其實之後 也都會不停去說 他們這群人 是要去戰鬥練習的 即不是說 升等級的那種戰鬥練習 是怎樣去習慣 用這個身體去戰鬥 即是團戰 所以其實是為什麼一開了之後 那麼多人都未上到91級 而他們為什麼要需要EXP 就是因為可以打低級的怪 讓自己可以去習慣這個新的世界 再去推上去更高的層次 總之是將熟習的程序 就是慢慢提升 縮短 是的 所以其實他原著小說 是有很詳細去解釋這件事 動畫是什麼都沒有說過 動畫 因為其實動畫 動畫有少許提高的 因為動畫裡面 你看這麼多的事件 其實他不會牽涉到91級 後期的事件 有個畫面 是一群人圍著一隻怪 我們真實裡面 即是平常玩機 就是希望責事 但實際 那隻怪不是膚視角度 你第一身看的話 你比較難控制 很害怕他 這個是戰鬥的方式不同 以動畫來說 動畫其實是每一次 每一集的開頭 他將一些遊戲系統的東西 去做一個present 其實他有講到的 他有一集裡面 有講過相關戰鬥的東西 但他不是用一個實際遊戲 來講 所以可能很多人都未必會 去那麼著意 或者真的記得自己去看過 這件事出現 他有時是要講到那個系統 要應用到 他那一集 折頭的話 他就會講一講這件事 我覺得反而是好的 這件事 叫做什麼呢 我先給他一個concept 這件事是什麼意思 最重要的是 其實很多動畫都有做這件事 不過很多動畫就是什麼呢 兩三天之後 就將這個concept打破 或者無事 不是其實很多動畫 反而是一開始 一開始 一頭三天 就全部的設定 丟掉出來 他才發展後面的劇情 你就會變成 哇我好難吸收 這裏就不是 這裏可能是 他需要那樣系統 他才在那一集的頭 講一講 這樣會 容易接受一些事情 大部分online game 我們的concept 我們都有的 但問題是 這個遊戲裡面 獨特解釋 甚至未必知道 他該回答才可以 再講一講 或者這樣講 他有一件事 他做個present present的好 就是什麼呢 他的present是一層一層的上去的 他是由最基礎的遊戲 最基礎的遊戲 遊戲的系統 去慢慢去 逐步逐步 去解釋給你聽 而他處理那個劇情 處理得好的原因 你不會太over的原因 他每個一集 他真的只講那個相關的東西 可能會extend一點 而這些extend的內容 是你能夠消化到的程度 即是說你了解那個系統 知道他extend了什麼 你會聯想得到的東西 就不是攔截到的東西 你在你的腦中 會建構到這套動畫 或者這套小說 這套作品 他固有自己應有的規則 在裡面 才會慢慢 你可以講更多的東西 讓別人去接受 這個是叫做 循步漸進 規則多 或者你設定多的故事 裡面的一個 我覺得幾範本 做得幾好的做法 其實他做得 當然這個 他的應用就是 用在MMO裡面 現在的應用就是一個MMO護士 成為用的戰術就是這個 其實他都是收購戰 用錢 淡馬石 白街 純粹是他掌握了一種技術 就是用這種技術的隱密性 去吸引商家投資到你 現在有個project很吸引的 說到大概給你講 但你就這樣說是沒有用的 兩方面 一方面就是 他需要集資去達成一個條件 達成某一件事 另一方面 他是為了創造秋葉原這一班人 有一個目標 要去追求 因為他們現在 其實一直是 那時候強烈的東西就是 那些錢都沒有用 秋葉原是沒有東西追求的 當然秋葉原那班人很純良 他們想不到家人武力的東西 所以沒有什麼人生 秋葉原沒有什麼人 對二次元有興趣 沒有什麼人生的意義 博野那邊找到人生的意義 所以就流流亂了 那這件事 反而我覺得是 對那些 譬如說宅那些 對二次元有興趣的時候 他無緣無故被吸了一隻遊戲 他已經 他已經想死了 聞風崇撲 不是 你說對著電腦的時候 我還說 那些二次元吸引到我 但當我真的進入遊戲的時候 我看到那些三次元 我想吐 這件事你還不在他的視典裡面 你理解不了的 OK 你記不記得是 豬坐在家裡 豬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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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純粹給了在秋葉原裡面的冒險者 一個目標可以去追求 因為本身就說 本身吃東西是沒有來味道的 他就突然說 嘩吃到一些有味道的東西 很感動 你會覺得 我終於像一個人 他們的感覺 他們的感覺真的覺得 我終於像一個人 之前好像 其實他們的死人樣 是像MVC的樣子 即是沒有表情 什麼都沒有 他就說 歡迎光臨XX一村 那些人 那沒辦法 他真的吃過那些 即使用很貴的錢買回來的東西 都是淡然無味 尤其是純粹是 尤其是在這個環境裡面 一個這麼小的目標 他們都會令到他們覺得 突然之間 人生好像充滿了 因為他們說 人生沒有希望 他們現在都不知道在做什麼 可以是 突然間發現了一件事 然後他們說 有些 新手可及的東西 當然每天有限 因為三天要公會 人手有限 每天真的只有千零 不知道千零二千個案 要捉東西 但是他研發了這件事 證明這個世界是有這個可能 反而有些不靠他們 可能會不會自己找到方法 總會有 給他們目標 他們有事情可以做 但是問題就是 他們根本就不知道 那些漢武包是怎樣做出來的 是啊 但是有人做出來 即是說有這樣的可能性 反而也補充了一個設定 第一他們不知道怎樣做出來 另外一樣就是 不是每個人都做到的 要你那個副職業 是有這麼少的層級 還要有這麼少的層級 其實我相信 練廚師的不止貓太一個 應該這樣說 練廚師的不止貓太一個 而就是說 就算可能有人想到這件事 可能剛好這傢伙 他想煮那件事 我想煮小煮飯 但是可能煮小煮飯 是超越了他的等級 他根本煮了一塊炭出來 你就會給你一個錯覺出來 就說 我做其他什麼 我做什麼 都是一塊炭 以前是潮典的 你的食材不是這樣打回來 是要活捉自己用生湯 如果打食怪就變成一塊肉 所以 貓太老師是在歷史上應記一工的人 因為他本身有實力打怪 他其實是開闊了這個歷史的業 只要 其實 你的故事裡面 貓太不在 你整個故事就可以不用要了 你看到貓太本身 他個人有實力可以打怪 可以自食慾 可能殘血一定不去 其他廚師 人家煮到90級風頂的廚師 煮到食物就可以了 還要想到這件事去做 相信他的現實應該是會煮的 但難聽說他的前提 他真的應該很有空 家裡有個老婆照顧他 你相信你封頂的玩家 其實真的很有空 作為一個紳士 真的沒有什麼事做 人家說出家人很久 他不用做這些事 他煮東西吃什麼都 可能沒有貓 那裡 他有說的現在沒有什麼貓人族 對 貓人族 但是故事裡面 其實我也喜歡的就是 他講 其實 如果你說買一座 叫做買一座公會 買一座叫做那個城市的東西 公會大廈 是一個很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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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online game 而且意義上也有一點點不同 但是他擴展了這些東西 所有東西都可以 因為其實他擴展了東西 就是因為 理由很簡單 就是這個世界是online game 之外 他叫做進入了這個世界 其實他是有現實世界的味道 在裡面 就是有銀行 實際上裡面的城鎮上面 都有些物品 像現實世界一樣 去買的 但是他也會很清楚 一些規則 那些是一些online game 會要進入 就好像說 銀行的 你去這裏銀行拿東西 在第二個銀行你都可以拿到同樣的東西 這個在現實世界不會發生的 但是他也很 即將會出現這個東西 告訴你 這個設定就是這樣 這個世界就是這樣 這個異世界就是這樣 這個異世界就是這樣 而成為用的方法就是 收購這個工會大樓 其實我覺得這個很屈肌 通常是重要的NPC地點 譬如銀行這些 那個建築 正常來說 是不應該可以 有人去做 是不應該可以私有的 現在是說 譬如說 譬如說 其他沒有什麼關係的 對著居住的地方 那這些有的賣 我覺得不奇怪 我那個概念 他那個概念 當然他有一點 extend了 這個概念 其實是說 類似 如果用比較近代的 公城市 我打了那個城 那個城的稅率 是由我支配 因為在比較近代 或者舊少少 中期的案件 是有這種設定的 我舉一隻 可能很多人都會知道的 天堂 這隻遊戲裡面 其實公城戰的話 如果你成功公佔給那個城 你可以自由設定 那個城鎮 和他旗下所屬的小鎮 的稅率 而他的稅率 抽的百分比 就是你的工會資金 他是有這樣的設定 就是他 他有一點extend 這個東西 就是由本身成立了工會之後 他就去買了這座工會 帶來這個東西 有一點extend 但我覺得是我可以接受到的程度 我可以接受到 因為你也是買賣 因為其實他還在說 盛衛其實是要支付這個維持法 他不是真的買了 他是說 他是擁有了這個支配權 但這個支配權 是要付錢去維持的 類似的 反而不是買 可能是租 租用這個地方 給了一筆金錢去租那個 我租了這個年期 這個年期的話 就是歸過所有 我覺得應該像賣地 要給地租 不像賣地 也像租多些 租你定期要給錢 那所有的地 實際上都是租政府的 但這個遊戲 第一層 他沒有說過 要付政府 然後每年都要給地租 他都是用類似的概念 其實這一場上 如果你想想 成衛是不可以打持狗戰的 因為他已經賣了他的知識 給那三個工會 那三個工會 其實他沒有飯 他會延長下去 一定會比新月漢堡做得更多範疇 更多範疇 以後你也設定了 以後你去工會大陸做任何事情 都要給一定費用 這些費用 由NPC收回 都要給他成為 這些資金可以用來續期 他變成就是把新月漢堡 他不做都不持狗的 就把那個收入 演變成 你們用工會銀行 我們收回一些定稅 即那個收入的方向就變成了 而這個威脅其實 很老實說 我想他們深水清那幾個 我相信都要想到 其實他不是一個 持狗可以做到的事情 因為其實在那個圓卓會議裡 無論DDD或者黑劍 其實他們提出的一件事就是 他們不是不贊成這件事 即是說 你可以給我什麼手段 令到你這個目標可以達成 然後成為就是 我現在做到這個 你覺得我沒問題 你覺得OK 你就支持我 所以其實成為 某程度來說 他沒有知道他 我就試了方法出來給你看 然後是什麼呢 我都實際 搞定了我的工會 給你看 他給到一個 即是不只是口說 我要怎樣撇次 這個項目 他已經走到這一步 他已經給到那個 說服那個質量給你看 即是Kickstarter 有相實想 即是基本上 我已經有成績單給你看 你就看看我的成績單 所以其實大家可以留意 在成為 今天已經收購了這個工會大樓 黑劍說 你真是玩威脅 現在 然後成績其實是說 我不是威脅你 其實他這句的意義 就是剛才我說的 我只是告訴你 其實是有這個方法可以做到的 即是我沒有威脅 當然成績就是 這個部分眼鏡 即是他說 我沒有威脅 我沒有威脅 我沒有威脅你 我現在只是告訴你 我實地試一次 這個方法給你看 即是說 這個人殺不了 我現在就殺 我殺了給你看 證明他是殺得到的 其實這個是另類的威脅 不是說不是威脅 但是他可以憑口 真的出口術去說 我沒有威脅 我不是威脅 因為他們一直在說 你說的東西太理想 太空泛了 是不可能實現的 最後你 最後你一樣要靠我們的戰鬥工會 即是他講到那個問題就說 你強制一世 人多大殺 但是他現在說 錯 是有錢大殺 就是做得到 即是可以實行得到的事情 即是 不是一個很虛無 因為其實 不是一個理想 因為一直在說 那個東西就是 我們 尤其是我們 觀眾視點 我們這裡可能會看得 開心的就是 我們都想不到 可能有些什麼方法 尤其是作為主角 沒有外掛機能 一個普通正常人 一個普通大學生 人丁單薄 又不是些什麼 只不過是他的背景 是有些威水之外 其實他跟一個普通的 90%玩家 是沒有什麼分別 他究竟可以做到些什麼 而這個其實是 那個高潮委 老實說 那個高潮委是 他符合了這個遊戲的規矩 但是 我們觀眾 我們也不會想到這件事情 但他是在情理之內的 這件事情很高張 我覺得 這件事情是 我覺得是 比起任何外掛手段 是會搶劫我一點 是可以搶別人的 那把劍 可以解除人家 麻痺狀態之後 他都可以解除 麻痺狀態 那兩件 那兩件 就是用別人用不到的 耳刀流 不知道為什麼只有他認識 那些 是啊 那些 老實說 我覺得 這個是一個 完全可以接受 還有 他是有鋪排的策略 他自己是沒有這樣的能力去完成的 他也是靠一些外在的人 外在的人協助 這件事的功勞 首先 英記手工的第一個 是 孟太老師 然後第二個就是 三個工會 然後才到 三個工會 其實應該都 應該到那三個 資金工會 因為錢從何來 三個雙家工會 三個資金工會 就不能多謝 大哥 我跟你交易這些事情 你情我願 你又不可以這樣說 你不要這樣說 你試試那三個事 但一個沒有資金 沒有資金 你學我們前師長 楊永強說 那些錢從樹上中出來 從天上掉下來 他不是送些錢給你 如果他送些錢給你 如果他送些錢給你 就說 特別名謝 那你認識財團 你也要有一個clerency 要有現金流動 但是 這個不是手工 那兩個真的叫做 某程度的無私獻出 他是投資 但是 另外那兩個是 投資者 你們 你不會說一間公司成功 李嘉誠說 很感謝我的股物 給我錢 賺回你們的錢 真是謝謝你 不會的 你這樣數下去的第三個 才是 這個計劃的發起人 阿成衛就是 他想了這條責任 而另一方面 他也是無私 他也不是有私心去做某些行為 他也不是有私心 他做完這件事 他也不會單獨佔了功勞 我要限制你什麼 你要聽 一定要聽我玩 這個原因是 演出會議 是沒有所謂的頭頭的 而那個case 也貫徹成衛 是在故事裏面 成衛是不想出風頭 因為什麼呢 成衛是很深知自己的地位 在故事裏面 就是說 他雖然是一個 幾出名的玩家 但是 一個出名的玩家 但是 在一個實際的人力 或者資源之下 其實他也是一個很普通的人 沒有什麼發言 不明白 而他也是借助這個意 就是 原作會議裡面 所謂的工會 即使小工會 就說 他們是為小工會發聲 我們是為公義發聲 我們是XX 那些 但是 而其他的 在大工會 當然他們有資格去發言 而 唯獨是 紀錄地平線 是完全 只有幾多個 四條 四條 開桌 開桌的 一個小工會 他沒有可能發言 但是他也開來過 我是作為這個 發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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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於 佔領中環 戴耀廷一樣 他就說 只有那幾支人 發起人 是不需要有這件事 你代入他 他的光幕其實 沒有問題 也讓他可以 參與這場 這麼大的事件 所以整個 我覺得 他鋪排的角色 很多角色 是很自然 跟著 世界 和他本身的角色性格 去發展 我覺得在這套 中 我覺得是很精彩 很精彩 就算沒有戰鬥 我都覺得 很精彩 對 這一節 到這裡 我們下一節 講回下半部 多戰鬥的場面 好 好 好 謝謝 哈哈哈